放下來了 那裡啊 看看 幹嘛啊 你很煩耶 我家什麼時候養貓我都不知道 你還不是有Gato 你要喝什麼嗎 有啤酒嗎 你等一下不知道要上班嗎 那這個走路都到了 誒 話說你到底為什麼要去超商上班了 阿鑫說他們缺大夜班 我的意思是 你學過很多東西 應該有其他的選擇吧 你媽也說有很多比除毛更好的選擇 你還不在做 也是齁 你這樓上鄰居還沒修水管 屎外還是這麼濃 就說什麼大功臣啊 我聞到都麻痺 來 處女進見男 對 我跟我媽說我們分手了 然後她就一口咬定是你把我給甩了 你媽也太喬得起我了 她是喬不起女人 你覺得女人只有被甩的糞 殊不知她女人傷透多少男人的心啊 你幹嘛啦 阿你不是要Fuck我嗎 來啊 放下來啦 來啊 蛤 靠飛喔 你幹嘛啦 來啊 需要幫忙嗎 不用 妳叫幫妳弄嗎 怎麼沒彈 她都專業了 她好豬旺 太煩煎 太煩煎 幹 你很煩耶 這個漩渦已經無法犧秀 再更多的荒謬 我已經不是 這樣我會些壓力啊 快一點 我等一下還要剪片 現在還是喜歡年紀比你大的姐姐嗎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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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的 快不行了 你已經夠大了 我已經夠大了 那像以前那一隻 那一起打怪 不行不行 你有去過Motel嗎 有有小時候 有小時候 是哪一種 是水床的還是 上面是那個玻璃的 上面是玻璃的 上面是玻璃的 對 所以是幾歲之後帶她去 大一吧 很早 算是很勇敢 沒有 我大二就出道了 你大一的時候 那時候Motel 已經就是開始有各式各樣 有巴厘島風那些了嗎 我想一下 你那個年紀應該 有了 有了 Motel都是 就是感覺很髒 對 小小房間那一類 沒有沒有 我是聽別人講的 沒有 沒有人歡迎你 你幹嘛 你自己解釋 對 因為現在Motel是很多人 不是只是 很華麗的 對 不是只是 是真的很像過夜飯店 很多人在那邊辦 小孩的生日派對 對 夜遊泳池 什麼那一類的 所以你那個時候是 有這種了嗎 已經有了 很大的游泳池 所以你現在還是喜歡 年紀比你大的姐姐嗎 沒有 沒有沒有沒有 不能的 你已經夠大了 我已經夠大了 我已經夠大了 你也長大了 你也長大了 不然那像以前那樣是 不能急打怪 不行不行 急打怪 什麼意思 所以如果35歲你不行喔 35歲OK啦 我說就不能 40 40 沒有不行 但就是比較不會 40是覺得老了還是怎樣 沒有 因為大部分很多 所以極限就40喔 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這個意思 就是因為以前我出道的時候 很小 事實上你們會怎麼稱這些 40歲的女生 40歲你就稱韻味了 對啊 美麗啊 韻味啊 好 客套話吧 會說老妹嗎 不會啦 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 真的不會 你人生沒有說過老妹這兩個字 有 可是你現在覺得是幾歲真的是老妹 沒有老妹啊 現在沒有老妹 世界上沒有老妹 沒有了 七十四歲耶 七十四咧 就長者 長者 有智慧的人 要嘛就跳長者 對 有智慧的人 太浪姐姐還有長者 長者 可是哲熙你會講老妹這種話嗎 感覺你好像比較有禮貌耶 什麼意思 有 好像比較早 沒有我想知道你們男生私底下聊天的時候 到底是怎麼評論女生的 因為像有一次我老公回到家 他就講了一句話就把我惹毛 因為他們那個兄弟吃飯 然後有時候會帶那個 兄弟會帶女朋友 或是 帶一些的你知道 然後 然後他 回來說我就說怎麼樣 今天跟你兄弟去生好玩嗎 他說 都是老妹 我說老妹 幾歲 他說 都二十幾歲 蛤 二十幾 二十幾 對不起 我說我已經四十到五了耶 他說 然後我想說 轉得快 他們私底下到底是怎麼樣 在形容女性的啊 二十幾耶 所以你就知道 男生有多不要臉了吧 怎麼可能 那十幾歲才叫嫩妹嗎 你是可以結婚的喔 我可以啊 結婚 感覺穩穩的也滿好的 穩穩的 一開始激情嘛 然後後來就穩 穩到最後你就會覺得說 也太穩了 你以前年輕的時候有沒有曾經就是 眼睛睜開的時候想說 這是哪 然後一看 誰是你 就是一個女生在你旁邊 有吧 應該有吧 有啊 小時候有 這要怎麼處理這種狀況 好精采 要安靜的落房 我不會說誰是你啦 這個會是見過的 對 我不會說你誰要這樣 對 還沒有到那麼過程 沒有...就是見過 就是 為什麼 炸乾了 你又是你嗎 什麼 所以柯仁東你三十歲之後 你覺得 你有特別被常問到什麼問題嗎 還好 大家不太在乎有沒有結婚 不知道為什麼 你家人是不在乎對不對 不太在乎 你朋友也不在乎 但他們想要我生小孩 就是沒有結婚可以 但是希望你趕快生小孩 因為他們很想要養小孩 不知道為什麼 你是不是那種 不太想要被婚姻 受不住的人 我還好不會 真的嗎 你是可以結婚的喔 我可以啊 結婚 這是什麼意思啊 有人在跟求婚而已 因為他已經求了 我想說那他就已經 還沒登記啊 你就已經走入此乎從了 不會 來不及了是不是 你來不及了啦 他還來得及了 所以你怎麼會有這種念頭啊 想要結婚 我不知道啊 就覺得兩個人穩穩的 也滿好的 老婆的笑 穩穩的啊 不是... 前提是要穩啦 確實是要穩 一開始激情嘛 然後後來就穩 穩到最後你就會覺得說 太穩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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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實是 是我還是boring啊 膩了... 所以你要有這種心理準備耶 對 可是雨喬結婚幾年了 四年了 現在應該還是不會無聊吧 嗯 好想秀容喔 好吧 OK啦... 可是一個禮拜有一次嗎 所以創方比較忙啦 他都不在台灣所以 比較忙 他不在台灣的時候你是不是很開心 就是... 有點小開心 你是不是很希望 其實結婚到了大概三年之後 就會滿希望老公 就是消失一陣子 對 好像有這種 然後他一回來的時候 我會看到他想說 就這個... 這個空間怎麼會多了一個人 對 對 然後我就想說 之前你離開的時候 我每次這樣生活吧 對 然後要過一陣子才會習慣 OK 對 我現在是... 對 結婚 因為像我如果錄影一整天 然後回去的時間 比如說就是十點多 然後我就會問那個... 我等於說 請問一下我先生到家了嗎 他說還沒 我就說 YES 因為我就可以自己好好的 就是喝一杯... 對 喝一杯威士忌 然後開始追劇 然後放鬆之後再去卸妝 可是他說 你老公今天在家 我想說 就是算你講的就是很擁擠 然後就沒有自己的空間 有一點點 然後你要顧慮到對方的心情 有些事情什麼的 就覺得 好 不會 大概三年之後 才會有這種感覺 那你們大概也十年了 他們十年了 對 所以你們應該很習慣 很習慣嘛 對啊 你們現在應該就是 穩到爆炸了吧 對 但還是覺得 每天都滿好嗎 真的 真的假的 好厲害喔 是要自己設計遊戲嗎 也不是 你說自己在家 玩大地遊戲 那你才第一關 開始掛了是不是 我可以這樣講嗎 進門都開始闖關